小汽车竟然一分为二 车头快速跑了出去 把车屁股留在了原地 二翠则一脸淡定 掏出了秘密武器 就在刚刚 两人开车想去商场购物 进行大雪拼 可开着开着 二翠说要买一款限量版包包 小美赶紧来了个急刹车 说咱俩不愧是闺蜜 我也看上了这款 而这包包是限量款 谁也不想放弃 可嘴上都说浪给对方 这是要玩欲擒故纵吗 争执半天后 二翠说 那咱们到时候拼手速吧 小美见状 很不客气地按下了开关 二翠身子一仰 翻到了后排 正当她愣神时 汽车就一分为二 车头哭哧哧哧朝前开去 为了买包包 她也是拼了 二翠则非常淡定 既然你不能 别怪我不义 随后从旁边拿出了秘密武器 红绿灯前 小美在车里涂上口红 补了个妆 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回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二翠竟然开着车屁股追了上来 在我们后面还有个方向盘 然后一个急刹车 稳稳地停到了小美旁边 眼中冒出了杀气 所以买包包时 一定要防火防盗防闺蜜 女人参加不眨眼挑战 全天25小时不间断直播 即便睡觉时也睁着眼 为了增加挑战难度 出门时随机跟陌生人接吻 洗脸时 头药全部泡在水池里 做饭的时候 让她切洋葱 掀锅盖时 差点被蒸汽熏瞎了眼 即便这样 也没闭眼睛 见她这么厉害 难度再次升级 让她跟狗狗接吻 全程不能拒绝 过十字路口时 突然窜出辆自行车 她急忙躲避 可眼睛始终在睁着 等红绿灯时 突然被一只篮球打中头 人们都吓了一跳 再次看下回放 她只是稍微瞇了瞎眼 并没有完全闭上 吃面时 让她撒胡椒粉 刚要打喷嚏 被她冷了回去 仔细一看 眼睛还有一条缝隙 差两毫米就完全闭上了 随着挑战进行 直播的频道越来越多 她想补充下能量 随手拿起桌上的巧克力 慢慢放入口中 可咀嚼了下 真是太美味了 然后闭上了眼睛 顿时世界一片寂静 人们都不可置信地盯着屏幕 难道挑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等女人意犹未尽地睁开眼睛时 挑战已经结束了 她总共坚持了23个小时 男孩则一头栽到了棉被上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男孩扔出棒球 砸死了一只苍蝇 撞破手套 弄开铁丝网穿过墙壁 撞断拖把 还将老师的咖啡弄洒了 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只因她把护腕强度调到了最高级 考试时 几个同学交流了下眼神 黑妹就悄悄拿起试卷 放到了桌子下面 随后塞进时光圈里 而长发妹早就等候多时了 一把接过试卷 飞快打起题来 这样的作弊方法真是无解 他们之所以这样厉害 还得从头说起 这天几个同学来家里玩 小帅无一种碰了下摆球 没想到身后的柜子打开 竟然露出个秘密基地 随后伸出个密码锁 输入小帅生日后 门就自动打开了 他们手牵手 按下绿色按钮 电梯急速下坠 下降了800公里才停了下来 抬头望去 在基地中间有颗能量球 难道老爸是地球守护者 他们在触摸板上一顿瞎点 能量球射出几道激光 竟然打印出一套铠甲 桌子上还有其他几样东西 孩子们每人拿了一个 胖哥拿的是魔杖 能释放出强大的电磁波 可以吸引任何金属制品 小帅戴上护腕 手上就有使不完的力气 正当他得意时 突然射出一道激光 正好打中了黑妹 不过他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他穿上了战衣 长发妹选择的是喷射背包 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 突然他们一声大叫 小胖的头竟然不见了 可他却非常兴奋 还跳起了广场舞 而头则出现在另一边 原来他的武器是时光圈 头可以在两个门里任意穿梭 这也太酷了 这么多高科技产品 你最想要哪一个呢 女人打了个喷嚏 鼻子里就钻出两条虫子 吓得他哇哇大叫 急忙拨通了911 很快救援人员来到现场 可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黑妹安慰一番后 把他放到担架上 随后拿来镊子 夹着虫子往外用力一拽 女人顿时干呕起来 夹出来一看 好像是蛔虫 接着夹住鼻子里的一条 也给拽了出来 女人说那不可能 我吃的可都是有机食品 从农场直接运到餐桌上 看起来非常干净 黑妹说 吃之前最好洗一下 蛔虫是经过粪便传播的 你除了吃蔬菜外 还吃了别的东西 听到这些 女人胃力一阵难受 又干扰起来 呼吸越来越困难 应该被食物卡住了 随后拿来呼吸器 将管子插进嘴里 可刚按了一下 就吸上来几根白色物体 定睛一看 袋子里密密麻麻都是虫子 此时女人已经没了呼吸 她们赶紧按压胸部 进行紧急抢救 幸运的是 她又活了过来 女人非常崩溃 自己身体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 随后把她送到了医院里 看了这个视频 你还敢不洗水果就吃吗 这是最有效的作弊方式 把答案写到纸上 然后穿上超短裙 再将小超塞进透明丝袜里 必须保证正面朝上 这样想看的时候 只需拉起一点裙子就行 老师不可能盯着你的大腿一直看 当然咱们还有其他手段 把两张纸重叠 非常用力的把小超写在上面 这样下面那张纸就能看到印记 不过要凑近一些才能看清楚 出去时 把草纸揉成一团就行 还可以将答案 写到伸缩性非常好的橡皮圈上 自己尽可能的小 当橡皮圈回归正常时 小超就形成了随机图案 考试时 戴在手腕上当装饰 有需要的时候 只需避开监考老师 然后拉长橡皮圈 这个方法非常安全 还可以准备个塑料文件袋 提前一天用针把答案写到上面 力气不要太大 别人根本看不出来 只有从特定的倾斜角度 才能看清上面的自己 而且放在桌上的东西 老师一般不会怎么关注 如果能偷偷把电子设备带进去 那就更好了 提前把答案录制成语音 然后把耳机线藏到不写字的那只手的手心里 假装想问题时 偷偷将手凑近听 下面这招适合有钱人 考试时带一瓶水进去 提前用打印机将答案写到上面 做成的样式要跟标签一样 一般老师根本想不到这个方法 安全系数非常高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的话 那只有带手机进去了 提前准备好小抄 再穿一件长袖的外套 把手机放到里面的兜里 将不写字的那只手从袖子里抽出来 掏出手机 从下面悄悄地看 保证手机在桌子下面 不要让老师看到 你觉得上面这些方法 哪个最靠谱呢 女人咬了下笔头 牙齿就掉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她用舌头舔了下 没想到牙齿一个接一个 全都掉到了地上 女人非常害怕 一声大叫后 就醒了过来 她急忙用手摸了摸 这还不放心 又照了照镜子 见牙齿还在 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然后搜了下 为什么会梦到掉牙 都说是压力太大的原因 突然她咳嗽了下 这次真掉了颗牙 接着不停的咳嗽 牙齿就喷了出来 还堵住了气管 她急忙拿起电话 拨通了911 消防人员破门而路 定睛一看 明明牙齿还在 而呼吸困难却是真的 腹部按压做了半天也没用 黑妹见状 捏开嘴巴想看看 结果差点熏了个跟头 这也太臭了 可黑妹非常敬业 拿出压舌板 按到舌头上 发现软厄处有白色硬物 于是把镊子伸了进去 夹出来一看 竟然是块胆结石 应该是唾液 食物和杂质 钙化后形成的 由于微生物太多 味道才会这么大 听得她自己也一阵恶心 可干呕了两下 又吐出一块结石 黑妹这次戴上了口罩 决定再仔细看看 张开嘴后 发现里面还有好几块 见此情形 只好把它送到了医院里 所以有口臭 刷牙也不一定管用 两个绿色杯子 一杯装着剩水 喝了直接去天堂 另一个是毒药 喝了会下地狱 男孩邪魅一笑 控制小老鼠爬上左边的杯子 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挣扎几下后 他就领了河饭 幸好还有两条命 随后向右边的杯子爬去 犹豫两秒后 又跳了进去 还是一样的结果 原来这些被选中的天才少年 脖子后面都会直录一个芯片 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游戏或设备 而考核不及格的人会被取消资格 看到这样的结果 小帅一点都不意外 准备开始下一轮 小黑非常好奇 因为没有一个人通关过 然后问小帅会选哪杯 小老鼠爬上左边的杯子后 纵身一跳 钻入巨人眼睛里 然后继续前进 巨人则扑通一声摔到地上 没了动静 小帅说遵守规则必输无疑 打破常规才能取得胜利 将军对他的做法非常满意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被两人监控了 还打算让小帅当接班人 如果是你 你会选哪个杯子呢 一道闪电批到帐篷上 埋在沙子里的男人可就倒了霉 疼得他不停的哇哇直叫 沙子里竟然流出了鲜血 就在刚刚一家人在沙滩玩耍 两个大孝子挖了个坑 将熟睡的老爸扔了进去 随后埋上沙子 只留下一个头在外面 这还没完 又在上面倒了一盆水 突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救援人员很快赶了过来 定睛一看 沙子居然变成了玻璃 他们小心地敲开玻璃 放到一边 随后开始挖沙子 想把男人挖出来 另一边的消防员给孩子做起了科普 原来闪电击中沙子后 经过水的传导 热量瞬间把沙子变成了玻璃 可挖着挖着 发现男人脖子上插着一块玻璃 正好伤到了颈动脉 稍有不慎就会大出血 然后拿出营养液 给他补充下体力 此时挖出了一条大腿 可挖到胳膊时 鲜血哗哗地喷了出来 幸好救援人员及时拿了止血袋 进行禁忌处理 固定好头部后 抬上了担架 都这样了他还安慰孩子 说别害怕 我会没事的 随后就被抬走了 看完这个视频 你还敢在沙滩 把自己埋起来吗 男人开了下门 随后放倒行李箱 以最快的速度拉开拉链 急忙钻了进去 把身体缩成一团后 盖上盖子 从里面拉上了拉链 女友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推着箱子走了出去 闺蜜三人一起抬起箱子 用力一扔 就听到一声惨叫 可都没当一回事 然后开着车 来到一处豪华公寓 原来他们想举行派对 随手把箱子扔到地上 这下大壮就惨了 接着听到个男人的声音 他很生气 急忙拉开拉链 却看到一个扭动的屁股 这时有人叫住他 旁边的箱子里也有个男人 原来两个人的女朋友 都非常漂亮 不放心他们出来聚会 所以过来盯着点 只见箱子动了几下 凑到一起 伸出手达成统一战线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们又缩了回去 这时女生们玩起了真心话 大冒险 小美说把初吻献给了泰迪 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 大壮听到这顿时怒了 一着急就钻了出来 问泰迪是谁 我要跟他单挑 小美说他是条狗 这下大壮彻底傻了眼 闺蜜趁机讽刺道 我早就说过 你嫉妒心太强 我的男友绝对不会跟踪我 大壮也不废话 一脚踢开了旁边的箱子 小帅急忙说 让这么漂亮的女友出门 谁会放心 这下闺蜜傻了眼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双方争执时 二翠急忙说 刚开始谈恋爱就是这样 需要彼此的考验 我和男友早就克服了他 现在他对我百分百相信 话音未落 突然传来打喷嚏的声音 墙上竟然趴着一个人 正是二翠的男友 这脸打得也太快了 紧接着门被撞开 另一人的男友也跑了进来 这下都凑齐了 谁也不用嘲笑谁 那么问题来了 另一半出门时 你也这样吗